好 现在有一个突发的状况 就是下午台北的一场大雨 导致景美溪水位暴涨 大约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 有一名六十几岁的男子被溪水冲走 消防人员目前还在搜救当中 我们立刻要连线给记者张志雄 来告诉大家现场的最新情况 志雄 是 明明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下午一场大雨 是让我这后方的这一个景美溪 溪水暴涨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溪水 是流得又急又湍急又大 而在后方的这个桥墩的部分 在今天下午1点52分左右 台北市消防局是接到报案 说在这个桥墩这地方 有一名大约六七十岁的男子 在这边被困住 消防人员获报之后 大约在十分钟左右 就赶到现场来抢救 两名消防人员一度 是接触到这名男子的手 不过因为当时一阵大水打来 三个人被冲走 好险了这两位消防人员 身上是穿着这个救生衣水 能够自行游泳上岸 不过这名男子也被冲到下游 目前景消贞的权力抢救当中 我们来听听看 刚才消防局的说法 好 那因为水流很湍急 那我们人员 有拉住这个苏根民众 那实际上在一拉的时候 他民众也体力不吃 那我们也没办法 在一个人情绪前 没办法把他拉上来 那在拉救的过程当中 同时有两名消防人员 包括我们苏根民众 遭水流的湍急 那就冲走 那我们人也有救生衣 那也很快地从岸边能够爬上来 那后续的救援的救援 持续来进行 那目前来讲 大约在五分多钟前 台北市消防局人员 在这边加派人力 沿着这河岸进行搜索 而不只台北市消防局 在对岸的新北市消防局 也派员在沿着这河岸来搜索 都希望能够有好消息 以上是我们在西南处 掌握最新状况 将时间交换给旁边主播 好 我们非常感谢 这个消防人员的辛劳 也希望这位失踪的先生能够平安